刚才我们观察了身边的小动物,身边的植物,又有个朋友说了,那我想去观察我身边的一个大苹果,或者是一个铅笔盒,行不行孩子们,也行,你看就是一个小苹果,有朋友说不会观察,苹果有什么可以观察,不就是红红的圆圆的吗,这是关于眼睛观察,对不对,如果是一个大苹果的话,那我们会发现,有一个又红涌圆的大苹果拿到手里的时候, 哇,闻上去好清香呀,真是狠狠的咬上一大口,对不对,当你一口咬在嘴里的时候,感觉非常香甜可口,让人感觉气人心脾,对不对,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,里面的果肉是白白的, 哎,这时候我们会发现,这个苹果呀,不仅仅吃下去,味道清凉,而且呢,非常可口,那么当我就拿在手里的时候,摸着它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光滑,它和荔枝和榴莲就是不一样的,对不对,都可以去这样的观察呢, 好了,孩子们,那么我们不仅仅可以去走入如是镜子店,观察身边的,哦,我们在镜子店当中,还有妈妈呢,来看一下,在这幅图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妈妈,这个是镜子里面有一个小朋友,对不对, 我们再来看镜子的后面就是这个小朋友的妈妈了,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时刻呀,咱们不要去观察别人的妈妈了,如果你的妈妈就在身边,我们不妨走到妈妈的身边,哎,我们用五十法去观察观察你的妈妈,如果妈妈没有在身边,那么你身边有什么人,爸爸,外公外婆, 一个奶奶,哥哥,姐姐,弟弟妹妹,或者是老师就在你的身边,你可以观察糖果老师,那我们用五十法去观察一个人,好吗, 这就让糖果老师想起了我的妈妈,对吗,那我要先去形容一下我的妈妈,我要去回忆,你看,观察定不一定,这个人一定要在眼前, 他可能是以往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人,我去回忆,对不对,我的妈妈呢,个子要比糖果老师高, 她呢,很瘦,但是长得却非常漂亮,妈妈年轻的时候是留着一头长发,现在年龄大了,就把头发剪短了,但是呢,胖的全都是小卷,有一头短短的卷发, 妈妈的眼睛和糖果老师的一样都很大,妈妈的眼睛好像会说话一样,每当我翻村屋的时候,妈妈就会很稳的盯着我, 每当呢,哎,我这个做了一些非常懂事的事情,那妈妈呢,似乎在用眼睛告诉我,你真棒,妈妈的嘴时常爱唠叨,不仅仅唠叨我工作,而且呢,还会唠叨,让我每天按时吃饭,多喝水,等等等等, 那就这样,妈妈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,这些都是用眼睛在观察,接下来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感官去观察, 糖果老师觉得这世间最幸福的一件事,就是当你清晨起床的时候,被那种浓浓的蛋炒饭的味道,该怎么样了,感染的醒来, 那每当我清晨起床的时候,总会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的声音, 这时候啊,我从床上的迷迷糊糊的起来了,就会发现,饭菜早已经做好了,放在了餐桌上, 吃着妈妈做的饭菜,有许多同学觉得这是理所当然,那有时候,我们习惯着得到,便忘记了感恩, 我们会发现,如果某一天,妈妈不再有那么多的时间给我们做饭,那我们呢,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可怜,是这样了吧, 那么当我们吃着妈妈做的饭,吃着家人做的饭的时候,那种味道是幸福的, 你会发现有许多的观察,这些都需要我们用心的去调动起自己的所有的感官, 以及我们懂得感恩的那颗心,对吗孩子们,刚才在咱们观察妈妈的过程当中, 老师其实也是在用眼睛看的同时,在用心去观察, 那你有用心的去观察过你身边的某些人吗? 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列一个小提纲,那我们现在呢, 还是幼生小的孩子,马上就要步入一年级了,对不对? 那包括屏幕前肯定也有一些已经上了一年级的孩子, 我们将来会面临着写作文,有许多同学说, 写作文这件事实在太让人苦恼了,我觉得写作文一定很难, 对不对?其实大家就会发现,如果你懂得观察, 我们知道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,写作文这件事实是一件太简单不过的事了, 对不对?所以我们现在先要表达好,你可以自己去表达, 也可以现在呢,跟据老师的提纲去表达, 看,刚才我们就说了,其实这不仅仅是观察一个人, 对不对?不仅仅是观察妈妈,而是观察一个人, 任何的人都行,对不对?那么在观察的时候, 我可以先用眼睛,先用眼睛去观察这个人的外貌, 用眼睛观察他的外貌,在一个人的外貌中啊, 不仅仅有他的头发,有他的身材,有他的眼睛, 包括他的鼻子,他嘴巴都可以去观察,对不对? 好了,那这个时候呢,我可以用鼻子去闻一闻这个人的味道, 有可能说这个人有什么味道呀,难道是人味吗? 对不对?好了,比如说有的妈妈呢,身上就常年会香香的, 对不对?孩子们,那有的妈妈呢,可能总是在厨房做饭, 妈妈的身上呢,有股油烟味,对不对? 那我去观察爸爸的时候,爸爸如果抽烟, 那爸爸身上呢,会时常有淡淡的烟草味,是不是? 我去观察爷爷的时候,爷爷身上的味道也是很独特的一样, 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独特的味道,对不对? 那包括拌炒饭的味道,这是不是属于妈妈的呀? 对不对?好了,那么除此之外呢,我还可以用嘴巴去观察, 嗯,用嘴巴去观察,我可以用嘴巴去尝一尝这些人给我做的那些饭菜的味道, 我可以用嘴巴去感受,哎,他们给我的一些什么样的美味的食物, 这些都想象着他的爱,对不对?那除此之外,我还可以用,哎,我的手去观察, 当我用手去拉起家人的手的时候,可能有的时候那只手有点粗糙,对不对? 不是那么细滑,但是我却能够感觉到那一双手给我带来的温度,对不对? 我们有是,有秀,有味,有处,还可以用耳朵去观察,对不对? 哎,耳朵去听一听,妈妈是不是又在唠叨了? 爸爸是不是在教养我,在鼓励我,等等等等, 像这种五十法,我们用五个字去代替,叫做是,听,秀,味,处,对吗? 那你现在不妨赶快跑到你的家人身边去观察观察他们, 观察完之后,要跟家人形容一下你观察的成果是怎样的?